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他是因為爆出論文抄襲的風波 在昨天的時候是宣布了退選 而今天民眾黨立委蔡壁如 她也爆出疑似有碩士論文抄襲的問題 來聽一下稍早的回應 我的論文是在這一篇研究報告的基礎上面 從民意代表的社群網站 對市政議題的關注度 然後來做一個切入的探討 在市政議題上面主要是在民意代表上面 沒有在政府官方網站上面 所以兩者的研究性質其實是大不相同 那在這個學術上面是非常稀充平常的 因為我們在寫研究論文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你的研究是主要的利潤基礎是在哪裡 所以這個90年的政府的網站的探討 是來作為我這篇研究的一個論點 所以總而言之我在想 我還是我的所有的引用都有它的出處在 這在學術上面它並不構成抄襲 好可以聽到蔡壁如神情是引用有寫輸出並非抄襲 而且她也強調兩者的研究方向是不同的 也不擔心是被拿出來檢視 而其實蔡壁如她在2019年的時候才獲得的 財經科大資管系的碩士學位 那麼她的論文題目呢 是民意代表社群網站市政議題關注的討論 被網友發現呢 她的論文跟2001年有一篇的論文是有相似的地方 而在昨天林志堅宣布退選之後 蔡壁如不但在臉書發長文批評 林志堅的完美虛擬人設崩壞 還質疑誠實認錯很難嗎 沒想到現在自己同樣被爆出 論文疑似抄襲的事件是持續延燒 老也說實在此 不理解 阿爾挽的事件》 在 welche台詞上找到 假誒